HELLO 先穿個Graphic 哈哈哈 這個版面是否精彩呢 哎呀 發現原來Live那個 那個人數會遮住了我的左頌角 是不是呢 我很開心啊 我們又見了 嘗嘗第二場 Trami 弄了Opening Music 給大家聽一下 怎料忘了按 為什麼其實我現在已經停止了是不是有音樂 先停止一下音樂 其實我可以整個直播都有音樂的 因為這個音樂是YouTube Audio那裡找的 Anyways 告訴我你們看不看到現在 對了 不斷地進步一下 有什麼要改善的地方 你們就告訴我 多虧大家告訴我 我就知道原來我平時經常指這邊 原來是指這邊 哎呀 錯了 我現在也是指這邊 因為它的鏡頭調轉了 對了 就開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幫忙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Like Share Comment 記得訂閱羊羊的頻道 這個版面是不是很開心啊 已經搭了這個衣服 我每一次都會努力去做些工作址給大家看 有些朋友說 哎呀 那我完了直播 怎樣才找到工作址來看 我會努力整理一下 那還有BOOK4呢都會有的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期待一下啦 好不好 好啦 你等我一會兒啊 好快 好 早晨啦 香港的朋友 美家的朋友 那就應該準備晚飯 或者是吧 晚飯中 英國的朋友仔 就應該睡著了覺了 是不是 看完葉排骨 再看完吃飯迷思 多謝了 對了剛剛我們上一場呢 就在廚房那裏醃了排骨 那都是把我日常會做的事情 和你們一起做啦 那我會努力做好的啦 因為之前那幾個星期真的荒廢了 因為實在太忙了 我回來的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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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好 呢 看得到的 好了,兩邊的平台我都確定是OK的 兩邊的評論我都看到了 聲音很好,謝謝 Happy媽媽說Hello,現在在照小朋友 照完小朋友上學 做住家務在聽我,非常好 謝謝你,因為其實畫面有時有些工作紙 有些項目都需要看一看 但除此,你可以當作收音機 希望我的聲音都可以陪伴著你們 做家務,開車 因為我自己開車,或者我自己 做家務洗碗煮菜時,我都很喜歡開YouTube的頻道 聽新聞,聽時事,聽娛樂,聽健康平台 聽影評,聽訪問 所以我都希望我的頻道可以成為陪伴你的其中一個頻道 Hello,Samson,你在曼城 你好,你好,謝謝你 現在是熱零二一八,晚上了 Time for back 這裏多倫多就差不多要睡覺了 大家小朋友明天要上學 放完march break 剛才我們第一回合的直播,就解答了大家的問題 包括,善良你的書 我忘記拿上來 如果陳先生聽到的話,希望他可以幫我拿上來 因為我免得走開了 因為我都有很多 很多資訊要跟大家說 快點跟陳先生回來 四月應該都是我先回來 跟進一下,我的書在多倫多 應該會是 三月尾四月頭就會到的了 我希望 四月回來的時候 之前可以先在多倫多做一場 好嗎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留言 現在縮小了一點字 希望大家都看到 62685052 是直播專線的WhatsApp電話 例如你聽到今天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說 好像上次Iris 有分享 不一定有關於我們今天的主題 都歡迎你 可以先 我正在充電 先WhatsApp這個電話 62685052 留下你的訊息 例如我是Apple 我想說什麼 我想問什麼 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operator 如果你就這樣打來 我又不知道是誰 又不確定 是不是一些玩電話 所以 我就會先請大家WhatsApp這個電話 有問題留下 甚至乎你想跟你聊天 像上次Iris那樣 跟了減肥之後 很成功 想聊聊天 分享一下 又可以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 又可以 不一定關這個直播事 又可以 問上一個直播又可以 聊聊聊天 都可以的 好了 陳先生 不知道會不會聽到 陳先生 很忙啊 這一陣子 所以你們應該會比較少 會見到他出場了 Amelie 你好 初級減肥油 從Day1到 由我130多磅 到減到110磅 完全沒有問題 你看著這本書 一定做到 喊一下大家 有Sandy Amelie YC Becky Alice MacMacMac WN Anita Toby Theresa Anita Ivy Dinson Samson Iris Happy Mama Janice 很多人進來 Lily Elly Heely 感謝你們 Thank you Elizabeth 謝謝 如果獨漏了 不好意思 Gloria I'm back Thank you 好了 我們準備開始了 每一次 開始之前 我們都 剛剛看到了 一會兒 你Ready 打電話 你就告訴我 我聽 我就 哎呀 我要 不是呀 我要 先 我要 我要 隔 隔 那個電話 找到了 隔 才能打到的 OK 好了,开始,开始有了 好,你们等我一会儿,好吗? 好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首先,温故之身 先喝水 好了,已经是上个星期开始讲喝水了 不知道大家开始了没呢? 未开始的话,又或者每一次 我试试嗨我自己这个名字先 因为都会大家看得好一点 每一次都提大家喝水 因为每一次都有机会有新的朋友 那你就要由今天开始慢慢计算 用你的体重KG乘40 去计算你到底要喝多少水 都是那句,不要一开始就说 我由喝一两杯水到要喝两哩水 中间是可以有个过程的 那你就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左右 去练习一下喝水 然后再慢慢用我们在直播 和你们分享的叫做落榜 或者是吃得对的方法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减到榜的了 没错,大家现在立刻喝杯水 哈哈哈,说得对了 那这一张就不放太久了 因为相信你们记得了 否则就希望有些朋友帮我打到留言里 你的体重KG乘40 好,接着之后呢 记得喝够水之余呢 以下这些都不要喝那么多了 慢慢慢慢去 不能以为休息的 慢慢减少见距离的次数 好吗? 就是你快要和它 又不是分手的 就是慢慢保持距离的时候 然后一些的,说你进去Pasific Coffee 或者叫杯Frappuccino 或者叫杯珍珠奶茶 叫杯香芋 不知道什么 然后又要加很多甜的珍珠 又加爆爆珠那些 等开放日期的时候呢 就treat自己一次 但是平时呢 可能说星期一至六呢 尽量我们都是和它保持距离 一些高甜的饮品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譬如韩国呢 我看到我放了一张照片 小小的香蕉奶呢 哇,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都是香蕉和奶而已 错了 你一看一看它的营养标签 你就会吓死了 那就慢慢排队 我会有一个节目 是讲营养标签和大家温习的 OK 所以譬如一些的 譬如你说 哇,我一大渣冻檸茶 这样自己弄 你少甜 那就说了 你去出街喝呢 你记得 就要叫它少甜 或者如果你自己喝的话 就尽量少些甜 最好就酒甜 如果你是能够有 平时要传堂 就是你没有叫姐姐和你酒甜 你就传堂了 接着你就跟她说 啊,姐姐少甜 慢慢慢慢就酒甜 都是一个过程 不用逼自己 OK 那另外就是 任何的冻饮 首饶饮品 汽水 梳打水 因为梳打水不是不好的 其实呢 譬如你是有气的矿泉水 比如可能Perrier 那些就好些 梳打水始终你看它背后的标签 就和普通Sparcling Water 是有点不同的 就可能你会无端端吸多了一些酸 那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好吗? 那稳日讲到这些的时候再长讲 另外就是农汤各样的 上次讲过 酒精就尽量不要喝那么多 记住这些 你不要说我喝了东西 然后就计入水量 就不计的 OK? 好了,那就回到我们的正题 今天就主力讲淀粉质 这个也是上次已经出现过的 和大家温习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说 减磅 我们都是有饭吃呢? 我们不用跟淀粉质 分手不见它 而其实每一个的选择 你都可以做得更好些 即是说其实披萨也是淀粉质 咖喱饭也是淀粉质 咖喱饭也是淀粉质 但是咖喱饭和荞麦面 就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是不是? 一个西多士 或者一个croissant 甚至乎是一个丹麦 丹麦的Danish Toast 或者中间 它是Danish 之后中间 还有Strawberry 甜一堆 和你吃一块酸种面包 或者是全谷物的面包 甚至是发芽面包等等 又是另一个sorry 所以这个图是和大家先温一温 其实我们是有很饱的东西可以吃 我们是有很满足的选择给我们 而你看到这边这些 咖喱饭很棒 拉面 即食面那些很棒 不用跟它说拜拜 间不止 可能一个星期Open Day 你找它出来 见一见你 你心满意足 是不是? 你要为了自己健康而努力 这些高甜 高油 高脂肪 高卡路里 也都对你的三高的风险 是增加了不少的 你要小心认清它的真面目 它真面目是很诱人的 很甜蜜的 令到你很开心的 但是你要知道 长期吃它 就是对你的身体 是有一个极大的影响 那就要小心选择了 OK 你说我好喜欢吃拉面 去旅行当然吃 去旅行我跟你说 我全部都会吃 例如去日本 去韩国 去日本不吃咖喱饭 去日本不吃拉面 你怎么算去旅行 所以平时 就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健康 有多些quota 你就可以给自己 有这些那么开心的享受 好吗? 主力和大家温一温 绿色这里 绿色就是说 如何对比 例如我吃白饭 我有什么选择 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菊物 全菊类的圆形 较优质 也较低升糖的淀粉类 下一张就会和大家说 有不同的米类 豆类上次没有说 其实豆都有很多很好吃 例如 如果你去超市 你会找到一罐一罐的 可能是鹰嘴豆 红腰豆 黑豆 等等 这些都是不错的 他帮你弄好 不用自己浸 不用自己煮 只要你找些没有什么 特别加盐去浸 或者加糖 或者加一些特别的 很浓郁的调味 其实都是可以很方便的 另外 譬如薯仔 淮山 番薯 芋头 这些 听到我 听到他们的名字 都知道是饱 这些 其实当你真的很炉火纯青的时候 你没有对于米 去扒饭 那个需求 这么大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慢慢 就可能一天就吃 我一会儿分享的 那些叫做 较低升糖 有优质一点的 淀粉质的米类 那另外呢 可能一天就只吃 薯仔 南瓜 番薯 淮山 少少粟米 少少木头 这些都是很满意的 淀粉质 那就不用每天都吃米类 那你就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了 但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一边的淀粉质 是这么容易令到你肥呢 一边就是相对是 教理想的选择 是因为 它们的淀粉 淀粉的份量 其实没有减度 不是说我吃了 小米 我不是说吃了这个的糙米 我就吃少了淀粉 我就受到 概念不是这样 而是呢 首先控制了你的血糖 另外就是可以添加了很多一些额外 你平时只是吃白米 吸收不到的 可能一些甲 蛋白质 一些的微量元素 或者我们叫抗物质等等 你明不明白这个概念 所以不是说 你又叫别人不要吃白饭 又叫别人吃泥物 那就是淀粉 那都是那条素不是差很远 是的 那条素不是差很远 但是你只吃白饭 你是聪明了 那么简单明明 ok 好了 好 对了 太棒了 你们开始已经说有饮水 慢慢练习 ok 好 阿Ken 你想问一下减肥方法 没问题 一会儿 一会儿 你留言 那个WhatsApp 就可以了 好吗 那就先排队 看看哪个先 我就打给哪个 好吗 接着下一张 这张上次说过 虽然呢 就 没有图 但是上次都遇上了一些 好 让大家消化日下 好渴 不知为什么今晚我 可能刚才已经说了太多东西 麦拉斯说 牛角包很棒 牛角包我以前都很喜欢吃 但是当你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尽量吃少一点 但是我偶爾都会吃 牛角包夹一下 碎蛋沙律 牛油果沙律 牛油果蛋沙律 加一个三文鱼加些沙律菜 都是我一个去旅行 在酒店早上必吃的一样东西 其中一个 好了 看看旁边这个 减膀有饭吃 我们这个题目 希望大家 都很熟 也都看到开心 不用想第一时间 哇 减膀有没有饭吃 所以我今次 再回归和你们说 我首先要确定 你们的心情是好 就是有饭开 OK 好了 你会见到 二半的一个系列 就是有 当你现在每一天都在做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是吗 你就是全白米 全白米就是高升糖 热量又高 而且饱足感是短暂的 为什么呢 就是全白米的 膳食纤维是较低的 而其实比起你现在看到绿色这一边 那些 其实他们那个 无论是膳食纤维 那个 那个 微量元素 有些甚至乎蛋白质很高 那都是比你 你只吃全白米 那些饱足感是能够维持到长一点 所以呢 你吃全白米 无论你扒多少饭都好 你突然之间 你会觉得很空虚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其实 它一下子飙高了糖 之后它又没什么吃纤维 转过头呢 其实你又觉得 嗯? 又这么快又肚饿的 明明刚才吃了两碗饭的 但是当你转吃绿色这一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是啊 因为它那个纤维较丰富 都挺压到你的位置 和挺压到时间 所以其实那个饱足感是会延长到 相对是比较多 那大家就尽管试一下 但是不用担心了 下一张就会告诉大家 不是叫你一下子转这些 又轎口慘手那些 就是以前我这样一转 就转了绿色这些 陈生就形容为 是我给他吃报纸 好像很惨 有一番血淚史 但是呢 当然了 我以前也没有现在 那么懂那么多东西 所以想着健康 我一转就拿走这白米 不让他吃 因为当时他话说 胆固醇都窄戒 那时候真的不懂了 我说的是八九年前 八九十年前 那时候是哥哥才刚出生 弟弟都没出生 这样 弟弟十岁了 所以他十年前 你当十年前 我当然没有现在 那么明白 那么多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说一下子 旁边的那些有益 我全部都转了 吃那些先 不吃白米是不需要的 OK 那么逐个逐个和大家说 大家很熟悉的意米 其实呢 不只是用来煲糖水的 平时一粒粒的意米 就好像你还没煲 檸檬意米水 其实吃起来 多些都是淀粉质来的 那么你将那些 和白米一起煮 其实都是佔了一些白米的份量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食物 来的 OK 那之后就是小米 上次说过 黄色一粒粒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那么你们呢 你们眼见现在绿色的所有东西 你上去那些购物APP 那些全部应该都有的 如果你不想抽的话 是的 HKTVMALL全部都有了 全部按下来 或者选两三款按下来 那么糙米它一般米泡都有 黎麦其实现在很多米泡都有的 我发现 那么有红色有白色有黑色有三色黎麦 那么就没什么所谓的 我觉得 有些人就说红黎麦是最好的 那么我觉得什么颜色都吃一下 没有不同颜色 它可能当中的一些线色纤维 它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 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 你何为 你应该无谓 计得这么仔细 是不是 他们三兄弟都是好的东西 看到什么颜色就买什么颜色 看到混合颜色就买混合颜色 我的宗旨就是这样 我不用所有东西都转到牛角尖 最重要是中庸之道 自己又开心 都是那句 你这样才能持续的 知道吗 那另外呢 跟着就是上次说的圆形大麦片 就是圆片燕麦 不要买些打到碎了的 全部都是大片大片 上次说过 Taste marketplace 大间些的白街围康 都有的了 美加这里的朋友 当然Costco 去任何一间supermarket都有 那这里买 就这样叫做road odds 是周围都有的 就是碎的也有 那些可能crick cook那些就碎一点 真的要煮那些 或者是圆片那些 那一定是放在一起的了 OK 好了 等一下回答你们问题 我看到的 接着就是红米 红米大家比较接受的 红米、醋米比较接受到的 其他多谷米就不小裂了 譬如有黑米、紫米 又有很多其他的米 那些真的比较粗糙一点 相信一些初入门的朋友都未必会喜欢的 但是你继续告诉自己 我见过这些 或者你在米店 其实现在很多 譬如去九龙城的米店 或者去大围热街市 沙田和邪 街市的所有米店 现在我发现他们都聪明了 凍了很多的一盒一盒 你可以自己收拾 你也可以买一袋 以前可能买一袋 二十多三十块 可能有两三KG 然后他们就混合了 写着十谷米 有些是十五谷米 有些可能有什么高粱米 有些有买乙人 有买乙人 有买很多的乔墨等等 有买乙人 那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如果我不喜欢他收拾给我 你就自己收拾 那你就自己收拾一些入门版的东西 甚至乎你简单些 你去买包两KG的草米 买包两KG的 或者买一小包礼物 然后买一小包小米 那你就开始先 那你记住 那你记住绿色这边 全部都是比较高纤 它们相对是较低升堂 因为其实上次也说过 一粒米 就是在田里拿出来 一住 就是放在基那里 那里 这样的 那就拿完 全部都是一个度谷 这样的 就是不是谷花的谷 谷物的谷 就是度米的谷 是硬的 一粒 一粒 就是瓜子 然后它就开始要去那些肌肉打磨 打磨了 打磨了 譬如打磨了米糠 然后可能剩下一层 可能就是糙米 糙米再打磨 就叫做圆米 或者可能叫做杯牙米 如果我没有记错 如果我有机会错 因为我正在做工作址 我做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打磨了 所有外面最粗糙的东西 就变了白米 又香又甜 同时也是很高升堂 里面的淀粉量 其实跟糙米不是差很远 但是它的升堂值 就真的会差一折 明白那个过程 所以糙米不是特意种出来 或者怎么样呢 它不断不断地打磨 就会变了很多不同阶段的米 这样 OK 好 那大家看看这个 我应该就都记得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步 因为刚才看了很多什么 草米、草米、红米 又说要浸 又说这样 又说麻烦 很多时候大家就说没有时间 那就不去开始 那我就找了这两样给大家 是我吃了很多年的了 不用浸 又不用怕小朋友不喜欢 因为呢 你连白饭一起煮呢 基本上呢 他们是会一起吃完的了 那呢 现在这个调整第一步呢 都是我每一晚呢 都必备的了 因为就算我加红米、草米 或者黑米 都好 小米、泥麦 都是我的基本 再有时会加一下燕麦 那样 但是燕麦 譬如有时我会去做肉饼 或者可能做肉丸 那会有燕麦 或者可能做over night oz 那我就未必每一餐都会加燕麦 下去煮饭了 但是因为平时小米、泥麦 大家会觉得我没有什么机会吃到 就是你不是说 好像要进去西餐厅 那他就说 可以加一碗小米 或者可能将一些泥麦 放入沙律 有时可能它的House Green 那就会有些芹花 可能有些植物 那样 但这个都不是经常地发生 那所以 很多时候 你买了一包小米和泥麦回去 你会觉得 我都不知道怎么吃 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得完 好像很浪费 那样 平时就这样煮 我又不是那么喜欢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那迟些当然 慢慢 我一会都可以说 虽然我没有正工作指这个 小米、泥麦 都有其他的食法 但是现在 首先 当你真的买了一小包小米 和泥麦 那你怎样呢 你看到圆圈那里 那就是保留大半部分 都是给你们去习惯一下 继续用你们的泰国米 或者喜欢用珍珠米 做饭的base 那这个是可以保留的 如果说开始 你真的很有目标地去调整体重的话 这个其实都 未必是最理想的 但是当然 这个是第一步的话 又適合小朋友吃 如果你有和老爷奶奶和爹地妈妈一起住 有长者 那小米、泥麦 对他们来说 亦都容易接受 是不是 那所以 大半部分 我就选了四分一 感觉上 再容易接受 但是我上一次 就和大家说三分一 就是保留三分二 那你们自己拿捏一下 究竟哪个份量 你的小朋友 会容易接受 那基本上 我 譬如我的女儿最小是五岁多 其实她由三岁 两三岁吃饭开始 我都会给小米粥 我会一起蒸泥麦 和白饭一起 至少可能比例上 会多少不同 所以小朋友 从小到大 她的份量 不太多 他们是完全接受到的 所以由四分一开始 你就可以四分一 再分了八分一 就是小米、泥麦、泥麦 另外就是可以 多谷米也可以 或者是 你自己 把所有四分一 放在小米也可以 这样 那其实 小米就这样 和泥麦 都可以做一个小米粥 就是我之前 应该都有和大家分享过 那就是 小米、泥麦、燕麦 可能我会加一些 毛花果 或者加圆肉 加红棗 去煮一个粥 好像蜜皮 这样煮到 那接着 再加一点奶 给他们 那就是很好吃 我自己觉得 那他们都不抗拒 起码 他一定不是 他们最最喜欢的早餐 最喜欢的小朋友 一定是飞碟 也不是说不喜欢的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下 那如果我长者的话 我都挺建议 大家可以煮咸的版本 就是可能 水滚 然后滚一些姜 出味 然后可能放两片肉片 或者可能放一些鸡肉 然后都是做一个咸的版本 就是小米、泥麦、燕麦 其实都挺好的 或者剩小米 其实我爹地就喜欢剩小米 他喜欢煮咸版 可能有时加些虾米 甚至乎可能加些意仁 都不错的 都有很多很多选择 所以希望这个图 有没有人 看看你们的留言 你们的留言 有点少 你们是不是很专心在听 是不是 咦 按了 那个会遮住 那我就读一下你们的留言 你们就继续这个图 给你们看一下 好吗 好 看一下 陈先生应该很专心没看我的live 因为他还没听到 要拿书给我 但是不要紧 下一个live 好吗 刚刚被完餐去开会 very good very good 好了 现在立刻喝一杯水 慢慢练习 循序漸进 对 循序漸进 对的 已经早上喝500ml的水 非常好 自己冲动领茶不下糖 好 Bekky就问 通常吃红糙米 加泥物 加少少白米 当然好 当然好 你把比例反过来 当然是非常理想 但是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千万不要逼自己一开始就这样做 你逼自己一开始就这样做 你只会厌了 不开心 不喜欢 那你就不会持续做 为什么我要把大部分 维持在白米 给大家适应 因为很多朋友说 我一个饭煲 我又要煮给小朋友 又要煮给老人家 你叫我如何另外煮给自己 很麻烦 永远不要这么多障碍 我就帮大家想最容易适应的solution 就是你都可以兼顾小朋友和长者 同时你也可以减少吃白米的份量 那当然啦 下一次就跟大家说 其实进食的次序 都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 所以只要你把饭放到最后吃 那你基本上就不用担心没有饭吃而不开心 减磅都可以吃饭 那么想问 Wikey就问蛋白粉的代餐 我自己都会喝Optifast 但是我不是依赖Optifast 去做一个长久的一个减肥 又不是说喝完就等于瘦 你要记住 虽然我都说了 我很proud of自己是Optifast的代言人 我亦都很感谢Optifast这几年对我的支持 和大家互相respect大家的理念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Optifast是我的好朋友呢 就是说真的那个代餐 我平时不煮饭 我譬如在温锦杂 或者我出去做事 我没有空去整理自己吃什么的时候 我又想确定我吃得好 又吃得对 我不想突然走去 或者很肚饿 或者在外面我都不知道吃什么 在拍摄又很忙的时候 那我就冲一杯 就是它的存在价值就是这样 那当然也都可以帮大家 去做一个体重管理的plan 譬如你说我都是一个很忙的OL 我早上是怎么都没有时间 准备早餐给自己 那就可以用Optifast去代一个早餐 因为它现在的身体有28克的蛋白 有四份的蛋白质 一份蛋白质是7克 那再加一只蛋 你之后应该就可以饱到12点吃午餐 那这个存在就是这样 但是大前提就是 为什么我要多谢他们 这一个这么多年的合作 都是一个互相尊重的基础 就是他们都很同意 我要教识大家 你是一定要懂得选择食物 你知道怎么吃 你在不得闲的时候 或者在早餐这么忙乱的时候 你有它去帮你手代了那些营养 或者蛋白质 那是OK的 但是你不可以依赖一日三餐 我只吃它 接着之后我就受到 是的 会受到的 因为外国有很多的医院 是用Optifast 来帮一些肥胀症的病人 减肥做体重管理 是医生保住他们做的 那他们一天可以带三餐 可以带两餐 那但是如果你不懂得 怎样吃的话 你只是想着用它来带 接着可能吃六个星期 接着瘦了 那接着怎样呢 六个星期之后怎样呢 你你前持续到 你是不是会做回以前的自己 接着你反弹 那你就不开心了 那你就浪费了自己的努力 也浪费了六个星期去买商品的钱 那所以它的存在对我来说 它不是说给大家一个捷径 而是它是一个长期可以陪伴你的战友 你能否懂得到那个分别 那所以当初我也很开心 不是说服的 其实我们一说这个概念出来 他们已经很认同 那我们才促成到我们的合作 那所以代餐是可以 我回答你的问题先 因为其中代餐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懂得用 和你要懂得选 那我们找一天又讲一下怎样选 因为坊间很多些都是比较高糖 比较小蛋白质 比较加了很多东西 也都不够整存的营养 去代你一餐 那下次再和大家慢慢讲一下 Optifast的好处好吗 好 食白饭加燕蜜饭 Alice说 都OK的 只要你慢慢的 当然不是说只做了这个食饭的调整 你就受到了 还有很多follow up 是不是 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那我就慢慢慢慢 逐样逐样说 OK Toby说乖乖打了卡 等管理员批 没问题 是的 因为星期六日小编门 都休息多一点 那可能就 未必那么快批到 那星期一 现在应该OK的了 多谢你Toby 我都请大家努力点打卡 糯米算不算百米 糯米就真的是糯米 糯米吃得多 其实糯米也是中国人 那些人呢 養脾胃的理念来说 糯米也有它的地位 那但是糯米呢 其实也都 升糖都比较高 所以如果真的减磅 都不太建议你加糯米 是的 哎 刚才还说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是呀 忘记提你们 你们呢 比如Facebook的朋友 因为习惯了打直看的 你其实打横呢 是会看得清楚些些字的 你们试试呢 unlock了你的screen 然后你打横看 会好些的 是的 那下面那个小行呢 就是建议你呢 无论是用泰国香米 还是珍珠米 都加一点点印度米 这个都是另一步来的 这个不一定must的 是的 那印度米 因为上次都说了 它又是比较有多的微量元素 也都有多的 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而它的口感也都 比较近似 泰国米 比较近似 其实都不太似 我觉得 但是它的形状似 起码混在一起煮 那些老人家不会说 哇 你给什么我吃 为什么转了 什么什么 起码少了些疑虑 因为起码的样子 混在其他 因为再大半都是白米 那它们应该不太吃得出的 那你变成呢 做多这个动作呢 你又将白米的量 减少了一点 那对于它的升糖值 对于它的吸收了多了 膳食纤维和其他的矿物质等等微量元素 也都有这些进步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再加上印度米的话 那确实是不错的 OK 好了 原片燕蜜 Emily问是否奥米 其实呢 就叫做road odds 是的 我现在看一下 Google一下给大家看 就这样是 R-O-L-L-E-D 接着O-A-T-S O-T-S road odds 这样 那这些就是比较大粒一点的 那我想呢 它们讲到真的 在西方人的社会 可能它们真的讲 已经批到碎了 让你准备冲的那些叫做麦皮了 那记住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想着燕蜜是健康的 那当然了 现在是讲的 燕蜜都有很多不同的争议性 但是呢 我们上次和Sylvia聊天 那其实呢 这个担忧呢 大家其实应该都不是那么需要 因为始终我们不是日日吃 也都不是当它做主食 而那些很controversial的point 所以呢 其实现在呢 在这个饮食界 或者营养界 医学界呢 其实它们都是去working out 一些的说法 给我们的公众的 是的 那所以呢 如果 你譬如 又说回Odd Mills 即是那些即充的麦皮 都要很小心 因为呢 就好像是很多那些什么 燕蜜糊啊 芝麻糊啊 那些很多那些健康 五谷竹啊 那些我看到很多 现在 是的 譬如我们这里去中超 那些很多 那我想你在香港 譬如你去 你可能就算759 也好 你都有很多那些 即充的健康粥啊 五谷啊 什么高签啊 那些 那些 你真的要看它后面的标签 它除了那个 就是炭水化合物呢 都有一些 因为你全部都是 澱粉 那然后呢 它的糖都不少的 因为通常这些 即充的麦皮 即充的粥 它为了令到大家都觉得 吃得开心一点 它一定是添加了很多 的调味料 和糖 那你们要小心 除非你说 找到一些无糖版的 那但是 无糖版 始终即充的燕墨 我都说它批到碎了 那那个升糖值 一定是高过 我们原片的燕墨 那这个 都是一个要着眼的地方 那当然 它不是一个 完全不能吃的东西 那我都希望大家 又不用太紧张 就是完全要扔掉家里的那些 那吃完就 或者不要再去买厨 这样 是的 那之后呢 问有Louise Lui 问有糖尿 可不可以吃小米 我想呢 你要看回你的 那个糖 血糖的指数 去到哪里 这一样东西 始终一去到 有这些指数 或者是 可能在吃药 你首先要问一下医生 要先戴个头盔 我都要有些 有些disclaimant 那其实小米的升糖值 都是低过这个白米的 而且小米的蛋白质 是很丰富的 是的 那你要知道它的特性 接着你又要再问一下医生 不过呢 如果你说是和白米 和小米来说呢 那放血糖指数关注者 那一定是小米好过白米了 好 这个图很小 老花看不到泱泱 你试一下 打横的电话 打横的电话 可能看到 要不落 大家说 要不落 是啊 大家专心听着 听着就忘记了 不要紧 你不打字 你打emoji 哈哈 因为其实原来 现在youtube直播 大家的留言 都是很紧要的 这个游戏越来越难玩 所以我都要不厌其烦 和大家呼吁 Dale C. Chow 怎样可以重新出发 你紧跟这个平台 紧跟这个平台 你就可以重新出发 还有 出发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你们要记住 OK 出发不用扎一 其实就算今天来 香港的朋友 现在是星期一的早上 是不是 那是有一个新的一日 不要管 等到4月1号 等到5月1号 等到母亲节 过生日 过周年纪念 不能等 亦都不用等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 一样东西 是开始慢慢去转变 我自己的习惯 而这一样东西 不是一时三刻 就做到的 你就慢慢又喝多些水 开始 我现在慢慢可以 鼓励大家 由你的饭那里开始 不用一次过又要剪 又要剪 跟什么餐单 不用的 慢慢慢慢逐一样做 只要你多些上来 这个平台 我们一定给到 我们的那个动力 OK 介绍多些高蛋白 又饱吐的食物 没问题 我总会有一连串的 很多集 就跟大家讲 蛋白质食物 但是最方便快捷 就是家里常備 多些不同种类的蛋白质 有动物蛋白质 或者有植物蛋白质 那这个是最好的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 比如我一去HKTVMORE 买东西 我就会买很多不同的鸡扒 鱼 鱼 虾 当然你说我不喜欢吃急凍食物 不要紧 你又有空去街市买东西 当然是更好 街市买新鲜海鲜 当然是开心 是不是 买些虾 白灼 或者蒜蓉 蒜蓉 然后之后 可以有些新鲜的鲍鱼 又可以有鱼 蒸鱼 有鱼 有青口 有蠔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吃的 那这些全部都是又高蛋白又飽肚的食物 那当然啦 你说 喂 我每次都肥牛打鱼 那当然不太好 因为始终 你打鱼也是可以的 打鱼呢 就买相对没有那么肥利的肉类 你就可以减少了 那所以 我都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你是一个不怕闷的人 你亦都很意志 想快点落到磅 你就打鱼了 那当然 就不要说真的买些什么丸 买些什么蟹柳 芝士腸 那些 那你买多些肉 买些菜 买些海鲜 你就这么简单 买一乳 做个青汤 芫荽 马蹄 就放两粒皮蛋 或者不放皮蛋 或者就这样自己 可能蕃茄汤 这样 那就最好了 那你又吃得饱又开心 再不然你出街吃饭 亦都可以打鱼 但是就记住菜先 当你打鱼浮了些油上来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烤菜吃了 要不然这些菜 就把你烤所有的油 和面头的飘零 你就一次过吃完 OK 我想我一天开一集都不行 我现在想 现在在我的脑子里想到 已经有很多 又要蛋白质 又要营养标签 又要说饱住 受打边罗 的选择 就是要把我之前的三本书 每天选一版 放一集 我都要做三年 一本书有几百页 Gloria问 看看你们不如告诉我 我呢 好不好放大家的留言出来 我就拿走工作纸 还是你想保持工作纸 我就读留言 你们留言一下 我说完 我又提醒自己要饮水 嗯 刚刚见到Sandy 问如何饮水才正确 我现在出一张饮水图给你们看 你们就告诉我 现在你想 你想怎么样 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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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和芝士腸 工作纸 OK 保持工作纸 留言我读 好吗 因为我又想你们会不会想 你们会不会想 你们会不会想 看一下留言问什么呢 这样 那我看回 好了 那我就读了 那你想 那又这样说了 出哪一张先 现在摆着水那张 好吗 偶尔又转眼 因为刚才饭那张 放了很久了 好吗 现在摆一会儿水那张 好吗 你们留言告诉我 想看哪一张 Gloria就问 布小麦祝家无花果祖那些 会不会影响糖分增加 另一样 要和大家简单入门板 简介一下的就是 这些叫做天然的糖分 我们不要抗拒它 只是要看着份量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要戒 你记住我们戒 那个字 不会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出现 我们要做一个开心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开心 享受丰盛的人生 所以我们是不用要出现的 就是怎么样呢 譬如什么 毒品是不对的 我们要戒毒 吃烟对身体不好 我们要戒烟 我们才用戒这个字 那当然了 你说吃得多炮谷薯片 其实都不健康 但是 那有些人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confort food 来的嘛 那不是说立刻吃 有些什么特别 哇 真是很深层次的影响 不同 就是你说的 一些说毒品 酒精 烟草 其实都差很大程度 所以 我们尽量都不要有个认识 就是 哇很惨 我很喜欢喝这个 我很喜欢吃西多 你叫我减肥 就从事没得吃西多 我就情愿不减了 我不想大家这样 所以我们要认识 Gloria 一些天然的糖分 例如是 生果都有糖的 你吃苹果 你吃榴莲都有糖的 所以毛花果 藻类这些 它都会甜的 譬如红棗 它自己都有天然的甜味 黑棗 藍棗 椰棗 这些都有的 但是 我们下了 譬如我当我刚才说的小米粥 我下了红棗 下了毛花果 那我就不用下糖 是不是 或者下了原肉 我们就不用下糖 譬如我们经常喝水 我们下红棗原肉杞子去焗水 我们就有点点甜 又不用经常喝清水 那这些就是我们懂得 混用食材 去令到我们的生活 封城 令到我们的饮食习惯 调整得来之余 我们也都不会说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所以是不用担心的 当然你不是说 哇 一小碗你就下十几十粒 就是调一调味 那你就吃完它 那就挺开心 最重要 有时候譬如 原肉呢 我自己都会两三粒 那当零食吃都OK 那就千万不要上瘾 因为就这样吃完肉 我发现都挺容易上瘾的 另外就是你说 譬如有添加糖的 因为我通常买的那些 都是表面没有再有糖的 譬如有些 譬如你说 好像新年的糖冬瓜 表面再加糖 那些就不太好 那如果譬如你买一袋 那你可能去759也是有的了 接着那些什么360 或者所有超市 基本上现在都有很多 一代的椰棗 什么棗类 那些都可以的 譬如你红棗 你都可以蒸鸡的 是不是 你松草花 蒸鸡加一些红棗 你都可以吃完它 不用担心 因为它甜而影响了 我们每一天 看营养标签那一集 就会跟大家说 每一天 都有一个 可以用的糖分 而最好我们是吸收一些 天然一些的糖分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减肥方法 就是说 你削糖 削糖削 carbs 二十天 你就瘦三十磅 二十磅 那当然 都说那些是很有目标 譬如我要打拳 我要比赛 我要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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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最低 我要拍结婚照 我要粗腹肌 我要比基尼 那这些就可以短期性地做一些 比较高难度 我称之为的饮食方法 但是我们不是特别有这些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享受食物 吃多些不同种类的食物 这样 好吗 好了 April就说 素食者减肥 其实素食者的概念是一样 只不过将我们会吃肉类的蛋白质 变成你要注意多些是植物类的蛋白质 例如是一些坚果类 一些斗类制品 如果你是板奶酥的话 你也可以继续吃蛋和喝奶 如果你蛋和奶都不吃的话 你就要倚靠多些比较 就是斗类制品 或者是坚果类等等的蛋白质 或者是种子类的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都很重要的 素食者减肥最大的一个关系就是 很多时候蛋白质吸收得不足够 这个有机会 我们请专业的营养师 跟大家说说素食者减肥 好 Amen Tea 说得很好慢慢来 否则讨厌了就持续不到 对了 所以现在我呢 这一回合和你们分享的方法 全部都是 每一个人都没有藉口是不去做的 我相信 对了 喝水 要喝得对 吃饭 不是没有饭吃 不是没有白饭吃 加一点 而礼物和小米 都是没有理由去拒绝的 因为它们不存在难吃的因素 你放在那四分一 放在那些白米 就像上两天我和大家做直播 其实吃下去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 所以不用担心 OK 打横看清楚很多 没错了 白米加入黎米 小米加多少水 其实呢 你就凉了 米多少水多少都是这样的 因为黎米和小米 没有特别要求你多些水 其实你和米一起煮 用你煮米的凉量就对了 Becky问在哪里买印度米 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市区的朋友 如果香港的朋友 HKTVMod一定帮到你了 那你不用逐间逐间超级市场去泡 因为我不肯定一些相对 可能规模比较小的白街维康 会不会有印度米 但是大间的白街维康 Marketplace Fusion Taste 都几有机会有的 那我见过Marketplace都几肯定有的 又一成的Taste是有的 那如果你美加的朋友 就更加容易找 你进去适当一间超级市场都有的 因为都不止有印度米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米给你选 那 好了 多谢善良的解答 刚才说得不清楚 因为它需要12份的蛋白质 吃得不够蛋白质 有时想出去做事想够一餐 那就对了 没问题 你这个就可以用Optifast来帮你了 是了 那肯定你有个 懂得选择食物的基础 就是非常好 那我都祝你成功 那我未来找一天 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Optifast 因为其实我自从 这两个星期 跟大家煮饭和开Live 开多了之后 大家又开始问我 多些比较 比较多Optifast 怎样吃了 因为大家家里有存货 有时又不记得了 或者有时 原来自己吃错了 其实都没有吃错的 不过 你最重要是懂得计算 还有你要知道 它究竟怎样帮你才有用 因为其实它真的很方便 印度米有没有分哪几种 是有的 印度米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例如我们有金像 有金红 有很多 有代书 不是澳洲 代书 很多 其实印度米都有很多不同牌子 我又觉得 我又没有细分到这样 我都是 有时在Costco买 因为Costco有时都会有一袋印度米 有时可能就会去Novius 有时可能去Longos 那我们这边 它都有分印度的Brown rice 可能再没磨得那么厉害 那我觉得 你如果接受到 你可以找那个 是不是Basmati 昨天搜寻过 Basmati rice的Brown rice 好像它的颜色是再深一点 我之前也试过买一次 Ossana Ossana说有肤质敏感 不吃得意 不要紧的 那小米好像是没有肤质的 我去Google再重复查一下 好了 The good 刚刚进来Brown rice 是可以吃的 Brown rice是糙米 如果没有理解错 好了 有一个无名的Facebook user 就说 善阳你好 我平时只是吃早餐 工作关系 未能够吃Lunch 只是间中吃零食 直至晚餐 想开始我的低糖饮食 我又转一转工作纸 想开始低糖饮食 建议中午零食可以吃什么 零食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有一张十大零食工作纸 还有应该在我的book3 还是book2 这个零食工作纸 大家如果有买书 可以拿出来看看 就是这样的 中午最好零食这个概念 我们最重要是确保 主食 就是正餐吃得对 就是早餐、午餐、晚餐 是吃得对 尤其是早餐和午餐 如果你吃得饱正餐的话 刚才我说了 你有足够的蛋白质 维持饱足感 也有好的淀粉质 也没有那么容易有空肚的感觉 因为它高纤 饱足感也可以持续的时候 相对 你从午餐到晚餐 你没有那么容易口痕 觉得口痕可以先喝一点点水 或者喝杯茶 有很多可以吃的 例如吃一些无盐的紫菜 可以咬两条青瓜 吃几粒杏仁 吃一些小番茄 然后可以吃一杯无糖的乳酪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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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些芝士 就这么说这几样都是我平时会做的事 希望赶到你 看一看 哪一隻印度迷?我們下次下去廚房拿給你看好嗎? 不過其實Google任何一隻其實我真的不懂分 你說哪一隻印度迷好吃一點? 我真的不懂回答因為我都不太懂分 怎樣才為之好吃? 可能我們從小到大吃泰國米就知道這隻好像好吃一點 或者珍珠米這隻好吃一點 泰國米對我來說好像口感都差不多 小米是否難消化? 小米、黎麥、印度米煮之前要浸多久? 小米絕對不是難消化的 因為很多時候病遇了 或者可能熟後很多時候 如果在中醫的角度都會說喝點小米粥和一下胃 或者調理一下腸胃 都會推薦你吃小米的 所以小米是小朋友老人家都吃得 你想想小朋友和老人家吃得 他們的消化都是沒問題的 黎麥反而是 小米的高蛋白質也飽 黎麥真的有一些老人家不喜歡吃的 但是我覺得你每一次的份量因為不多的關係 也都侵了小米和白米 你可以嘗試一試 但是黎麥的纖維 膳食纖維和它的微量元素等等都很豐富 我都覺得不要錯過它 雖然有些口感有些人不太喜歡 另外小米禮物不用浸的 小米禮物不用浸的 直接你喜歡洗一洗它一起煮就可以了 印度米煮之前我都沒有浸的 因為我只是下很少 你記不記得我和大家開Live洗米的時候 我下很少 基本上如果你全部都是還擔心的話 Aman Tea 你就可以善用一下這個 電飯煲的預熱 電飯煲的叫什麼模式呢 就是預教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名字 那你就譬如現在11點多 我當我這裏夜晚11點多 你就下去洗米啊 那就浸吧 明天早我又要起床煮午餐的 如果我明天想炒飯的或者煮飯的 那我就浸一個Overnight 那就不用額外 我浸完才去煮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希望你都適用 The Good就問小米英文是什麼 Millet 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下 看看美國有藍米色 即是藍色的 這麼厲害 咦 Hello 多倫多香港人開飯同盟 Hello 你好阿谷主 快點幫我like and share這個直播 讓多些多倫多的香港人知道 印度不是會好一點嗎? 印度不是正東西來的 好了 Valeria是不是Valeria 如果喝不到任何奶類製品牛奶等等 從小到大全部都喝不到 那可以怎樣取代增加蛋白質 吃豆腐都會反胃吐出來 嗯 這樣呢 就可能要看回 就是你豆類和奶類都不行了 那你主力就可能要是 肉類的蛋白質去攝取 平時需要的份量 那如果你說 豆奶和杏仁奶那些都不喝到 就這樣吃腰果呀 那些是不是都不行呢? 那你就可以再留言告訴我 那又或者我們keep住這個case 我們再問一下 下次問Sylvia 就是我們的資深營養師 看一下究竟有些什麼再可以 因為豆腐豆類製品 Yogurt也不行 所有奶類豆腐你都不行 那就唯有是肉類了 所以可能要選一些高蛋白的肉類 那就沒辦法了 雞胸是最高蛋白的 也都最少fats 那或者是蝦 蝦都不錯的 那所以你要認真 就去list一下一些蛋白質的食物 那當然最重要是配合到 自己的熔肉容易買 又喜歡吃 那是最重要的 是啦 紫米就好的 紫米都好的 但是紫米又是比較粗糙的 是啊 減光白飯 脫頭髮脫得很厲害 其實呢 Sanny 我之前已經問過徐醫生的了 徐醫生就是一個外科醫生 專門就是幫肥胖症的病人 去做縮胃手術的 那之前其實三年三四年前 跟他開過一系列的live 他已經解決過這個問題 不是減光白飯等於脫頭髮 而是減光白飯的同時 你可能其他東西都是沒有吃得對 或者沒有吃得夠 而當我們的身體突然之間 哇!減光了那麼多東西 或者閉嘴了很多 不是閉嘴了 那些營養的時候 這些脫頭髮呀 指甲斷呀 那些m不來呀 就來囉 或者身體不好呀 皮膚不好呀 那很多人就說 對啦 都說叫你不要減肥的啦 減肥就是脫頭髮啦 減肥叫你不要不吃東西的啦 那其實呢 他們就不明白背後那個操作 就是你減還減 你一來不可以快 二來不可以一次過切掉一些 你平時我一次吃一碗飯 突然之間不讓自己吃飯 你是要循序漸進去做的 你就算不吃飯 你有沒有吃其他澱粉質呢 之後其他又有沒有吸收到 不同的尾呀 甲呀 膝呀 點呀等等 這些的叫做minerose 或者叫做微量元素 如果你沒有的話 其實身體就會維持你最基本的 呼吸到心跳到 走得走得 那就算的啦 可能頭髮那條隧道我就阻礙了 我沒有能量啦 我都沒有東西運過去啦 那我就阻礙了 M那裏又阻礙了 指甲那裏又阻礙了 你沒有指甲 或者你的指甲斷 你沒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嘛 你的M不來 你沒有即時生命危險的嘛 所以你要記住機制是這樣 就會知道其實不是說減了飯 就等於脫頭髮 不過當然啦 我都相信的 在中醫的角度呢 就是說你沒有煩氣呢 也都是皮呀 或者是你沒有氣呀 那你就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呀 那這個中醫又是另一個學問啦 有機會都可以請中醫師跟你們分享一下的 但是最重要 中心思想你們要知道 究竟怎樣才叫做減肥減得對 就是剛才我說的道理啦 是要循序漸進慢慢做 所有營養要兼顧到 之餘你還要心情要開心 還有你是要選得對的東西吃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吃的時候 Rainbow diet啦 不同顏色的蔬菜啦 不同類型的食物啦 你什麼東西都要吃啦 種子啦 堅果啦 又要有好的油啦 又要有蛋白質啦 植物蛋白啦 又要有蔬果 又要有蔬菜又要有水果 又要做運動啦 就是你做得了那麼多東西 你才有一個成功的減肥方法 這樣啦 明不明呢 好了 有什麼麵包可以代替Pancake或者Wolf 你女兒很喜歡吃Pancake和Wolf 其實如果小朋友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除非你說她已經是過半了 醫生叫她減肥 當然啦 都有些相對健康的麵包 白麵包就是不推薦大家買那麼多啦 是貴少少的買其他麵包 可能買一些全谷類的麵包啦 或者是買酸種麵包啦 又或者是買一些發芽麵包啦 找一集慢慢講麵包 可以請Sylvia講麵包就更加肯定了 好嗎 好了 看留言 Irene叫我看留言 是不是你留了什麼給我呢 什麼工作紙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我給你們的工作紙來的啦 你們可以save下的 阿谷主就說去完旅行 開始跟我的方法 真的你回來了 回來了又要找你吃東西了 看一下先 偶爾喝魚肉水 你是不是在說湯呀 喝湯是ok的 最重要是湯 不要那麼多油啦 清湯燉湯是ok的 Tommy說很開心又有減房的資訊 好了 Keep住這個62685052 哇哇 我們說了整個鐘 那就留一半個鐘聽你們的電話吧 好嗎 沖完肉水是可以的 飲水不夠吃得少 是否減不了肥 是的 對呀 因為你都不夠能量呀 還有你不夠水呀 你喜歡吃得對 吃得夠 不要吃得特別少 你要記住節食就不等於瘦倒 節食就減肥那些幫我交叉了 不要再給它出現 也不要再記在腦裡了 是不是 記得記得 飲水要飲得夠 食物要選得對 吃得開心 吃得飽 這樣呢你就可以輕輕鬆鬆都健康地落到磅 喝水喝到口淡淡怎樣好 有很多東西可以喝呀 如果喜歡西方的方法 放些薄荷葉呀 放些檸檬呀 甚至乎 之前我在Book3 有一個我都挺喜歡的味道 就是一瓶水 加些青檬和加西柚 浸一浸它 就有一桿這樣喝 就找一回合喝這個也挺開心的 再不是就這樣 薄荷葉也挺開心的 先看看 如何快速減少內臟脂肪 做運動 沒有之一 它是唯一 沒有得懶 內臟脂肪 真的做運動 再加吃得對 當然啦 你做運動很努力 然後又炸雞 和珍珠奶茶 都真的搞不定 膽固醇減肥 是什麼意思呀 你又有膽固醇想減肥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了 對了 Toby 溫花我和Sylvia的Live 大大話話都有十幾條在這裡 大家 就當是一個Library 這樣啦 好嗎 白米小米難吃 完全沒有這件事 Rit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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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t 現在在吃白米和紅米 白米和小米真的非常好 完全沒有問題呀 看下先 吃完小米有些頭昏 應該小米都不是涼的 不過你就可以問一下喜歡 印度米不用浸 難答了 印度米好過平日的白米 沒錯 它是豐富善食纖維 再加低 較低 升糖 Ricky說 她身高152體重53kg 內臟脂肪有7 是不是很嚴重 不是說嚴不嚴重的 你最重要是看自己啦 首先你有沒有去身體檢查啦 因為就這樣看這些數字 其實我們說不出些什麼的 是不是 因為53kg又不是很重 152cm 53kg 是呀 最重要是你望下自己 你有沒有中央胖 有沒有很大的肚腩 有沒有撕下大腿 會有很多那些紋 很多那些脂肪呀 你有沒有做運動呢 那而內臟脂肪7呢 都可以努力一點點的 那平時是不是 經常出街吃飯呀 吃很多零食呀 吃很多的一些反式脂肪 比較多的食物呀 等等啦 我覺得應該用多久時間去減10kg 才是最正確的 我覺得就算用一年都不為過 一年12個月 一個月減1kg 接著有兩個月平台期 那就搞定囉 一年10kg 是不是呀 不需要告訴自己 我兩個月要減10kg 這樣是太快啦 你太快減完之後呢 一來皮膚不好 二來是太激進 身體也都不好的 因為轉過頭呢 你都沒習慣得了整個飲食方法 除非你說我短時間 兩個月減10kg 我之後呢 我都挺肯定自己 可以保持這個方法呢 那就OK 如果不是你很容易 就因為逼得自己太緊 一下子就反彈 你又去吃餐餐干擦牛河 燒尾飯 接著之後又多汁 接著又零食又汽水又珍珠奶茶 所以不需要快 最緊要適合方法 OK 腰果果是吃到 那都OK 如果你說杏仁奶那些喝不到 但是杏仁你吃到 那都好 這些腰果堅果類 都有蛋白質的 黑芝麻醬 又可以吃啦 挺好 那你就可以打 不是呀 那自己打 不行 你所有奶淚都不行 所以你就打不到 那些smoothie 那你就這樣吃啦 起碼你都好呀 Happy to hear that 你起碼吃到腰果那些 長期吃米糠油有沒有問題 首先這個問題分兩部分 一來就是長期吃某一個油 和米糠油 我覺得其實米糠油 在營養師的角度 都是一個選擇 來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呢 就會比較 prefer 橄欖油和牛油果油 互換 有空吃下橄欖 有空吃下牛油果油 另外都是長期啦 就不要長期 永遠都不會長期 吃同一樣東西 譬如你說我吃豆腐會瘦的 我每天都吃豆腐 其實都不是一個正確的概念 豆腐是有益的 但是有時吃豆腐 有時吃乳酪 有時吃其他東西 所以如果你長期吃米糠油的話 吃完這瓶可以 可以試一下 去換一換 買橄欖油 或者去買牛油果油 Shirley說 體重館你真的要用心機恆心時間去經營 沒錯是要有份堅持的 說得對 所以我現在就希望 我提供這個動力給大家 Suki說小米是寒涼的 如果對你的體質來講 建議放一兩片薑 原來是這樣 便秘應該從什麼開始 是不是水果 便秘呢 首先要喝水 還有吃足夠的 水溶性加非水溶性纖維 的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 還有做運動 便秘做運動 都很有幫助 上次減了 18kg 由77-59 一直平台期卡 到現在差不多兩年半 最近還重回 今天重新出發 目標減8kg 我相信我做得到 Wikichung 給你信心 一定得 多點記得每一天都記錄 打卡 如果之前減過 現在更加容易減 加上做運動 我相信你是 你是做得到的 每天可不可以喝薄荷茶 如果你受到的話 是OK的 不要加糖 就可以了 Amanda 就說 你 之前半年 跟你的方法 減了8公斤 慢慢又吃回澱粉質 例如壽司 麵線 最近壓力大 整天想吃東西 突然之間 重了2-3kg 覺得好水重 如果你吃得多澱粉質 那些重 其實很快減得回 好像我新年吃了很多年糕蘿蔔糕 都很快減得回 那些是 一時三刻的 節日的重量 不用太擔心 不過 在你這一句 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之前的方法 你半年減了8公斤 你可以再慢慢放慢地 又或者是你之前那半年 你可能是 我想很減榜 我就跟得很足很足 而其實你沒有慢慢 或者應該這樣說 要慢慢將這個習慣 融入去你的生活裏面 變成了你一個新的生活模式的時候 就不存在於說 跟 跟 那就會有不同的 結果了 那就是說你要再慢慢放慢一點你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 譬如你說 我都很喜歡吃壽司 譬如我都會喜歡吃壽司 譬如我星期日 我便會吃壽司 上個星期日 我才叫了 壽司外賣 很開心 壽司都是我的 comfort food 我覺得 比吃pizza 朱古力那些更開心 我真的很喜歡吃的 所以我星期日就叫 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要明白 那個概念 你就會做得更好 不要說我停了 我又吃回自己很多喜歡的東西 那你就會浪費了 之前你的努力 但是怎樣將你喜歡吃的東西 我喜歡吃米線 喜歡吃壽司 我怎樣融入去 這個方法 是我可以持續地做 又不會說 因為不吃 就減了 一吃又重 希望你做到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又可以打上來問 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 可以再 再 再成功 另外我問 喝杏仁奶 是不是好過喝鮮奶 首先 我就覺得 Apple to apple 這樣去比 因為 杏仁奶的蛋白質 都的確是 較少 鮮奶 一杯就有一份 蛋白質 杏仁奶 就好像 一杯 只有 一至兩gram 甚至乎 可能是鮮奶的 一半蛋白質 都沒有 但是你就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 營養素 會得到 或者可能是 卡路里會低一點 還有糖分 會低 鮮奶很多 如果是無糖的杏仁奶 所以找一日 營養標籤 都要跟大家去拆解一下 鮮奶不是不能喝的 鮮奶的糖分 都不低 可能一杯鮮奶 都有10gram 14-16gram的糖 其實一日 我們的口感 50gram左右 但是鮮奶的糖 都是叫做天然乳糖 起碼不會特意加上白砂糖 鮮奶就喝 喝它的味道 喝它的 你喜歡它的感覺 還有它的蛋白質的價值 所以其實 如果你說要 吸收蛋白質 你又不想喝鮮奶的話 你就可以吃其他的 肉類和植物的蛋白質 那就沒有什麼 如果你說只是好 過杏仁奶 好過鮮奶 就是糖低一點 但是相對 它的蛋白質又少一點 OK KCKV 加拿大有沒有可能Optifast有優惠 加拿大沒有什麼未選擇 加拿大簡直是要有 Nutrition 開 給你售賣的 外國 就是這樣 Optifast 在外國的角色 就真的 這麼medical related 因為醫生醫院是用來幫體重管理的 這樣 所以 始終到處的規條都有不同 所以 我其實這年多 都很努力地幫大家爭取 但是奈何 就是香港的 著巢 和 Global的著巢 亦都是兩個辦公室的人 這是很難 是可以達到共識的 那麼多層 那麼大間公司 那麼國際的一個品牌 但是我都盡我的能力 是 去 商議 商討 因為Optifast 這麼正 沒理由 只是香港的朋友 才可以享受到 有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找我 澳洲 英國 美國 加拿大的朋友 都會問 有沒有Optifast 我會努力反映給他們聽 將這個Live 傳給他們看 好了 米粉 是不是澱粉質 是的 米粉 當然是澱粉質 澱粉質高不高 所有這些意粉 那些 對我來說 澱粉質 其實可能是 差A-A-A的上落 而是 你要選擇 比如你吃米粉 當然好過吃油麵 好過吃可粉 看看 Amanda說 明白 善陽 就是因為壓力大 吃了兩個杯麵 立即水腫了 我這樣說完之後 真的要融入生活 對呀 你很有壓力 我都會的 我都說 我這 我這年多 讀書 我是很明白了 如果大家 無論是需要讀書也好 需要長期坐在辦公室 做OL也好 你真是會 當壓力大的時候 是真的想吃東西 但以前我的工作 可能都是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其實是忙到沒有時間吃東西 所以我現在是再明白大家多了 那我會更加 會 告訴大家 其實每一天 你當可能有一 有 就是我們又沒有說到要計數卡路里 其實也沒有想著計 那你可能當有一份的零食 可以給大家 過一下口印 我可能會吃黑朱古力 可能是 吃多幾粒 我有時 最想吃東西 我可能會吃黑朱古力 那這裡 有一個 朱古力 那些黑朱古力 再包住 那些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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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開心的 可能吃 四五粒 這樣 那我就很 這樣 那另外 可能吃紫菜 我覺得吃紫菜 對我來說 挺有效的 因為呢 譬如 一大包紫菜 那樣 就是Costco的紫菜 綠色那隻 那一大包呢 很多塊 才是100個卡路里 那又沒有什麼鹽 然後又沒有什麼carbs 又沒有糖分 那樣 就是吃得完全不 那它那麼大包呢 就可以分兩次 這樣 所以呢 零食是可以給自己吃的 不要壓抑得自己太緊要 OK 在街上買的 Sparcling Water 算不算喝水 是算的 算的 但是不要主力 依賴Sparcling Water 就當我一天的水量 粉絲可不可以 粉絲都是澱粉來的 粉絲都可以跟大家說 下次做完這個工作字 綠豆粉絲 是 就會比較好 那你呢 去買粉絲的時候 轉眼看一看 是不是綠豆和水呢 如果是的話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色體營養標籤的話 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澱粉都不低的 不過相對如果 只是綠豆和粉絲的話呢 它那個升糖值呢 是給就這樣 用很多薯仔碗豆 不知道什麼的澱粉做的粉絲 是相對健康一點點 所以綠豆粉絲 我有時候都會吃的 我有兩種粉絲在家裡的 一種就是普通的粉絲 始終口感有那麼多不同 其實又不是太大不同的 有一種就是綠豆粉絲 但是就算綠豆粉絲 我都會煮光給他們吃的 有時候都不管那麼多了 Cano chips都很好吃 是的 如果你在街市 或者超市買了一閘的 雨衣甘蘭 那你就可以 把它塗些油 然後塗些 那些叫做 sod and pepper 然後就放進 那個 焗爐那裡 焗它 但是不要焗到太焦了 焗到太焦了 又會比較多一些 就是紫顏物質 因為你始終的東西焗了 就會有紫顏物質 那麼要小心 WN問 溫哥華有沒有綠豆粉絲 你試一下 你們都要去T&T的 T&T就有時有 又或者去各大中超 都有機會有的 因為不是每間都有 綠豆粉絲是真的 不過中超就應該很多 溫哥華除了T&T 譬如我們這裡都有很多不同的中超 是不是 20多30個牌子都有 有沒有誇張了 沒有10多20個 除了T&T之外 總會找到的 總會找到綠豆粉絲 我剛剛 那包在哪裡買的呢 剛剛那包好像在峰牙 是不是叫峰牙 Asia Foodmark 24小時那個 溫哥華沒有T&T的嗎 原來沒理由 我T&T沒有綠豆粉絲 你還有什麼 中超 你去找一找 看一看電話 你們有沒有人 你們有沒有人 Ready在電話上問問題 62685052 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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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的Daisy 你是不是Ready to call 叫做 叫做 Kiki Kiki Kiki是不是Ready to call 你告訴我 然後你告訴我吧 有些是B 是不是 好 Ready to call 告訴我 你再試試找一下 WN可否分享168每星期進行兩至三天 或者持續兩星期效果好些 如果做到168加低課當然是很好 但我遲些會說 168不用一開始就做的 你要先慢慢循序漸進 試了這個low carb 接著平台期就慢慢逐樣逐樣招式拿出來KO它 因為平台期都要有些小轉變 它才會突破到那個點 所以不要一次過用完絕招 不要一次過用完絕招 綠豆粉絲多數台灣做 對呀Bobby 你說得對 Kiki是嗎?KikiOK 好打給你先 那我就 其實你們一直聽我的聲音 是不是ok的? 原來我來很遠的 好了 咦 我沒有了之前那個graphic 不要緊要 那你們想不想我keep住這個 keep住這個不要緊要 好 嘗試打不打得到 好像聽到是嗎? Hello Kiki你好 好啊 哎呀謝謝你呀 不要客氣呀 我看到你原來之前有留了言給我 但因為我這個電話是直播才開 我之前就沒有入到 不好意思 我之前沒有入到那個 那個動作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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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沒有加到入表言 的 那之前我有跟著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概念 就跟了一段時間 那就減了18KG 就是剛剛我在Facebook那裏留言了 那然後呢 我也卡了一個平台 卡了很久 卡了了兩年 但這兩年我就堅持這樣做吃飯 現在其實已經 就像你說的 已經是融入了我的 那個 是入色的生活方法 那就是那個模式的了 嗯 意思是你这两年多都维持了磅数,没有再跌了? 有的,有一段时间有跌低的跌到57%都有,但很快又回到58-59% 然后就由去年的暑假、聖诞、新年开始飙升,现在就去到63% 哦,你有没有做运动呢? 我之前有跑步的,但跑步也保持久,跑完后膝蓋疼,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有做运动的 就是做瑜伽拉筋那些,是是是 我知道运动一定要恨心才会有成绩,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恨心 是啊,不如你试一下做另一样,你有没有听我之前有分享 做家里,可能你有瑜伽席,你就可以做一些皮拉筋吗? 我之前有看过的 是啊,那些,可能我现在做完Live 我睡觉之前,可能我都会躺在那里,我就搞20分钟 其实又可以按着电话 我一直看着你们的留言,我也要做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for keep the shape 其实他不知不觉间,他不是说帮你,哇,怎样很厉害的燃烧脂肪 但我觉得呢,你先可以加加这个习惯下去 因为其实很容易的,你穿着睡衣也可以,你穿着什么衣服也可以 最重要是在床边也可以 那你最好有床给你摸着也可以,有墙墙摸着也可以 因为有些动作都要按住墙墙做的嘛 但是有多方便,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保持,好像挺好的嘛 有时真的吃得多了东西 都真的每一天20多分钟去搅拌 第二天你都酸痛的,但是做得多就不酸的了 这个我明白的 其实我今天那个问题,我都是主要的 因为刚才我都在Facebook上问 我都是主要想看那个代餐那个 因为我之前是不接受任何这些 那些奇怪怪怪的味道的东西 就是你说原型那些,我可能会尝试它吃点 那些味道,我就有点害怕 但是我就知道它有巧克力味,有咖啡味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会被盖到 但是我就想知道那个正确 因为始终我的蛋白质,整天都吃不够 我觉得这个,有时一天都真的吃不到那么多肉 有个难题,想想待一待一餐 有时可能出去做事又没有空 有时你可能跟小朋友去玩 又会遵就他们 但是又未必选选适合的蛋白质 那些比例来吃 对啊,你首先,你能不能喝奶的? 我不能喝奶,我会喝豆浆 对啊,新的那种是乳糖不耐症人士適用的 新的那种 我不喝奶,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 而是我接受不了奶的那种味道 诶,那真是 那实际上,一个代言人 我都要很称职地告诉你 它是有奶的味道的 我不可以的,我不可以因为 是否有咖啡呢? 所以我去那边去吃 OK,OK,那就可以 因为我都要尽责的 是不是?我不可以因为想来买 然后告诉你 是啊,所以我也很好 他们是任我这样说 他们很信任我 那当然大家互相尊重 那我觉得,因为我身边都有些朋友 之前是有这样的忧虑的 那我的确有分享给他 那他是会再 譬如他买咖啡味 他可以自己再充多一片的伤口 又或者他可能是买朱古力味 就自己再加咖啡 又或者是买朱古力味 自己额外再加了那些 那些纯朱古力粉 100%没有糖 那些是否是糖果 那些就说都OK 不是说真的最 因为他们不是很享受奶味 跟你一样 但是他们快 完整 他有整存营养之外 他又有带到你几份蛋白质 那他就说 因为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我OK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所以很吸引 是的 是的 我可以从事的 因为我看你自己的欲望有多少 我多想炸肥这个东西 应该可以打破这个东西 但我怕弄口反转 是 但我觉得 我都很明白 你很想打破这个关口 可以用这个代餐 作为一个击破平台期的武器 但终极呢 我都希望你是可以 冲破到 可能你变回57kg 之后 慢慢慢慢可能由交运动 或者是慢慢由 可能你用这半年的变化 去变回一个真是新的习惯之后 你去回57kg 或者你心目中理想的数字之后 你都会一直保持 如果不是 那个循環又会再回来 就算可能你用了这个神器 帮你减到了 即是下到了 冲破到 接着你又吃回对了 接着 但是你之后 你没有延续 或者持续不了的话 我怕你又会 哎呀我可能不开心 或者不知为什么 又吃得未必对 我又回到六字头 那我又要再重新做一次 我最想是point out 这一个 这个 这个画面 所以你应该可以的 你试一下吧 你是不是在香港的 我香港是 是啊 我看到她的 现在都暂时了 我看到她的第三件 好像不接 是啊 是啊 好啊 接着交15元 还可以交到手摇杯 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些师姐 说她摇得不均 那样 OK 我喝了都三年 是不是合作了 2020年开始喝了 是啊 差不多四年了 是啊 OK啊 我又觉得 你首先是水先 接着就粉 接着就摇摇摇摇摇 那其实都没有几下 她就已经都OK了 最主要有波波 那样 但是当然 都要看手势 人人都这样 的确有时候是说她摇得不均 我听有些人说 那我自己就 九成多都是OK的 那是不知何某一次 某一次 可能十次 二十次有一两次 咦 那做什么手臣 摇得不好啊 那样 結果通过完 家裡再不损 如果你真的拿筷子摇摇到 你便拿筷子 把它回去就OK的 有碗滑碗 我先來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但是我告訴你真的有那個奶味 很好 我真的很好 剛剛你問問Optifast 我可以回答Sharon這個問題 她說她有喝Optifast 不過搖晃之後很多風在肚子裡 不是很舒服可以怎樣做 其實應該不是說 很多時候她們都有教的 搖完之後可以等一等 等她沒有那麼多泡才喝 或者搖的時候你不要把她搖 其實是這樣左右搖搖搖 她的底部那些 好像衝禮一樣 其實好像寶寶一樣 就是寶寶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是這樣做伴侶 因為寶寶你都要搖晃給她 其實都是用那些手法 我自己就會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搖她 或者可能總之你知道 做過媽媽用那些陰力 她就會暈倒了 所以可以這樣 另外有很多人說肚子好像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Optifast裡面 它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 還有它加了那些抑身原 那變成它會刺激到你的腸 是會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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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在那邊移動 那所以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剛剛講起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呢 如果有時候吃太多膽脂質 會放些膽脂皮 那為什麼可以舒緩這個情況 其實你對家人也是一個 但是這個應該是周圓發都放屁 那我就在這樣想 是不是 就是舒淇都放屁 所以我覺得唯有躲起來 很難避免的 你吃完東西都真的會的 放屁都是長度蠕動的一個信號來的 我記得第一次 好像跟Sylvia營養師做Live 她有說過 你不放屁才害怕啊 放屁才是健康啊 那所以這樣就是 當然啦 原來蛋白質不能吃過量 但是你飲食習慣有轉變 或者可能真的吃了一些 比較高豐富腺食纖維 再加上可能你 那條腸開始懂得動得多些 都真的有機會是多放屁的 是啊 這樣啦 那所以 不過這個問題 可以溫固之身 我再問一下Sylvia的 是的 是的 多謝你的電話 希望我們四月 四月尾回來 你報名參加見面會 好 多謝你 加油加油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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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之後再看看Sy Angela就說 Angela 要隆重介紹給新進來的朋友 她是我的神級大師姐 是的 她是一個 她說她自己 你今年說不說 我又忘記了了 你是七 是不是七字頭 我應該沒有記錯 她真的保持得很好 這麼多年以來都 然後她說做運動都會常常放屁 是的 我也會 每個人都會放屁 怎麼會不放屁 所以不用擔心 OK 看看誰 各位乖乖 你不要錄音給我 因為我沒有時間聽錄音 乖 你打字 打字我會看得快些 73歲的Angela 說她今年 我記得我們相識那一年 我剛開始出來和大家分享減肥 她說她快要登七 四年了 她今年就73 十三 哇 真的 真的 我要和你開一個直播 找一個Angela 你是我們的榜樣 喂 看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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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電話Amanda 好 我現在打電話給你 看看你有什麼問題問 Hello Amanda 你好 Hello 善陽 你好 你好 謝謝你留言給我 你好 你是否有問題想問 是呀 是呀 其實我剛才也有在Facebook留言 是 其實最主要 你是Lia Amanda 是呀 沒錯 我本身 是 153 154 CM 是 我那時候 由62 其實減到 50 54KG 隔離的方法 嗯 即是 大約 半年至 八個月 左右 接著 因為這段 壓力大 我又吃了 多了 澱粉質 嗯 所以呢 就 就是 會 人又腫了 還有 又增了 就會覺得 有些 失望 會不會覺得 一吃 多一點點 澱粉 就會 反彈呢 這樣 都是 快的 澱粉 尤其是我呢 一吃得多澱粉 我的肚腩就出來了 我是 最明顯的 所以 所以 譬如之前新年 我都吃了很多糕 糯米飯 或者多外出吃飯 我都真的要保持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壓力 就想吃澱粉質呢 你可以試一下壓力 找其他食物 你會不會沒有那麼開心 還是都可以 你可以現在想想 其實可以的 是的 我買了那些果仁 夏威夷果仁 但是呢 可能也是吃多了份量 反而會不會這樣 會呀 會呀 果仁其實你看到 她那個熱量都不少 是的 所以她雖然是很有益 果仁都不要吃那麼多 例如開心果 十多粒 然後之後 就 腰果 那些都是十粒以下的事 所以我每一次都 跟大家分享 不要一袋不斷吃 可能你有一包的 就倒出來 吃完就吃其他東西 例如我很口癢的 我吃了七八粒腰果 或者七八粒恨人 然後我可能有些青瓜仔 我又咬一下 或者我有一些紫菜又吃一下 然後可能沖杯茶喝一下 或者吃兩粒朱古力 其實你的口應該已經夠忙的了 那我覺得我對我來說是有效的 就是總之有很多東西吃 再不然去吃一杯優格先 即如果夏天熱 那去吃一杯無糖的優格 然後放一些 士多啤梨呀 放一些藍莓下去 這樣 再不然真的好像那天 是很沒心機 很需要一些甜 尤其是period 就是女士 你都會有這些心情 那我就可能會放兩滴 葡萄酒 在那個 或者你們可以放一些 奶 就是放一些 那起碼它都是一些 就是叫做相對好一些 就是叫做 譬如你 平時你喉嚨痛呀 口乾呀 你想含少少蜜糖呀 那你都會喝到口的 就是這些 那你就會這樣 再不然呢 那我就吃兩粒原肉 總之這些是甜的東西 但又不是一些額外添加糖分的東西 那它哄自己開心 那我就會去這樣做 那你可以試一下 壓力大的時候 我不去吃個麵 我不去吃個飯 其實呢 我也保持著口裡有些東西吃 這樣 還有呢 我發現我以前不喜歡喝辣梨的 我只是喜歡喝齋啡的 但是呢 我發現最近我一壓力大呢 我就會去喝個辣梨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的 我的 comfort food 或者 comfort drink 來的 那我覺得是要慢慢自己去發掘一下 一些我又開心到 但是又相對理想的東西 那雖然剛才我都說 為什麼我會去看一杯奶 究竟有多少糖那麼記得呢 就是因為我想喝辣梨 因為啡啡呢 我就覺得平時是 哎呀很開心呀 早上起床 嗯好呀 我先喝個morning coffee 但是當我工作 做到頭溫老丈的時候呢 又被人氣壞 那接著我就會下去 嗯嗯 那我就好像有點creamy 一點呀 香香的呀 那我就覺得 辣梨對我來說都挺開心的 那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你可以找一下 想一下 跟你一起想都可以的 你有沒有什麼喜歡吃呢 我啊 其實我真的喜歡吃壽司 但是如果你說力吃那些 那我就喜歡吃一些 可能脆口一點的東西 嗯 所以剛才你說過 紫菜那些呢 其實我都挺喜歡的 是 紫菜或者可能真的之前呢 有留言都說 譬如一些cow chips 那些都可以的 都有很多些相對健康的零食 但是我相信你應該已經學會看營養標籤的了 如果你跟了那麼久 那你都看一看 因為譬如每一天都有個quota 那你譬如我 我經常都以前這樣說 我總之一個銀包呢 我就有這20元用了 即是無論是說糖啦 卡路里啦 Fetch啦 怎樣 我怎樣去運用這20元呢 我可能喝了包 果汁 我可能就沒有了10元 那我究竟值不值用這10元去換包果汁呢 但是當你那天我心情差到一個點的時候 我會選擇用這10元去換那個果汁 寧願剩下10元我就吃其他東西 吃少了有億的東西 但是換來我心情的開心呢 我都覺得值得的 因為心靈那個健康呢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不要以為每天都是這樣啦 你說我被老闆罵完 我又被我的天眉激怨 之後我又頭頭碰著黑那天 我是不是哄自己一點開心都不行 我還在想減肥 不吃得什麼 其實不是要大家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你要自己很清晰 就是在開心的時候 清晰的時候 乖乖的 就on the track吃一些東西 那到真的情緒有些 需要出口的時候 亦都可以comfort一下自己 亦都無所謂的 那譬如你很喜歡吃壽司呢 我覺得又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起碼 其實壽司都是那個飯 起碼你又沒有一些汁醬啊 那你就可以 好像現在是不是壽司狼啊 還是那些 有些小飯的 然後所以 那些刺身 有OK的 除非你每次都 那些什麼 粟米沙律醬軍艦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可能吃不同魚的壽司 那你同步又補給到幾好的 然後你又可能是 譬如你吃壽司 可能你吃四碟 小飯 那都已經夠了 其他就吃刺身 那你都享受到那天的午餐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問題這個 你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那當然我不推薦你晚上做 你最好早一點 午餐時間去做了 就是你那天很想吃壽司 我很想去做這件事 那你就下午去吃 那你那天晚上 那就相對乖一點點 所以晚上可能你吃多些脂肪 補回多些菜 那那一晚就不要吃脂肪 把脂肪的補充 那我發現早上起床 起碼沒有肥沒有瘦 維持完盤 那都起碼我賺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其實就是這樣 我通常都是放在下午吃 就是那些多澱粉質 那我晚上就 菜啊 肉啊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有 最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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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 是 那你有沒有 是 是 記起碼吃了什麼 可能就是 吃多了點 就是有去吃壽司 那些 還有我想問一下 是 如果平時我們在超級市場 看到有些 好像類似 那些 Doritos 是不是 Doritos 粟米片 是 是 那些 是 是 那些 那些 很鹹的 寶寶 那些 應該 你喜歡吃這樣的脆脆脆脆 我講的是這樣相對 不是說 現在呼籲我們的聽眾 是可以 無限吃 情願你買 Cereal那些脆脆脆 沒有糖 那些 Cereal呢 那些麥片 都脆脆的 那些 你說要這樣給 那些應該健康一點 那些應該健康一點 就是對比標籤 那些 起碼沒有糖 又是脆脆脆 那些 你吃得多 你都慘口 所以你應該不會吃這麼多 那可能就是 拿一堆仔 叫做過一下癮 這樣 但是 都不推薦 說 很空肚很餓的時候 就吃這些零食類的 因為 最重要是 其實我們那個 控制那個血糖 不要讓它坐過山車 都是我們首要學懂的東西 是啊 所以 你可能 就是很口癢的時候 或者 譬如你說 當然有個煞蛋 就是 這些當然最好 吃杯優格 可以吃杯優格 然後 有少少脆片 也好 起碼有些蛋白質 放著 不要只吸收糖 不要說 早上覺得 做一下 覺得肚子餓 就吃香蕉 那這些都 影響那個 升糖 香蕉 其實有沒有想像中 那麼邪惡的 但是你說很餓 空肚的時候 吃蘋果 會 相對 那個升糖 又低一點點 但是香蕉其實 都有一個很有益的食物 很有益的食物 就是譬如你伴隨著 乳酪的食物 或者你吃完個早餐 可能你吃個煞蛋 或者可能 有 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他們都會聽我說 可能早餐都會有一塊小的雞扒 或者可能做一點三文魚 或者可能他們會吃一杯乳酪 或者做個豆腐湯 的時候 那你一齊 可能當是一個飯後的水果 或者當是早上 我有個月份吃香蕉 其實我覺得都是OK的 這樣 香蕉其實是沒有想像中 那麼壞蛋的 它是很好的朋友 是啊 所以如果你可以跟足 就是一開始那個 有上午茶 有下午茶 吃午餐那個 一天吃五次 那包補的口是很忙的 然後再加飲水 又可以喝茶 喝咖啡 應該就忙到沒有時間餓了 希望 是啊 嘗嘗多搜羅這些零食 還有芝士 你喜不喜歡吃芝士 我很喜歡 哎呀 那就可以了 你去買 例如City Super 不是有一塊塊的芝士 你自己買一塊回來 你就買你喜歡 就算不是City Super 也有 你去買 例如買President的Bree Cheese 很喜歡吃 那種又不特別臭 然後吃完又不怕跟別人說話 我覺得挺好 那又可以這樣 Bree Cheese 這些都可以是你口癢的時候 的一個零食 Bree 跟著有其他的 有很多不同款 其實都可以吃的 就不要買片裝 就是片裝那些 很多人都說 其實片裝那些都沒有那麼理想 那如果是能夠找到的話 也都適合的 就買一塊塊的芝士 自己切粒粒 慢慢摘都挺開心 對 對 芝士也是好東西來加 對 芝士又有脂肪 那就不用怕又吃不夠 對 那不要買一些太過 譬如可能有很多味道 有些煙了 有些又加了很多味道 那些就相對 如果有營養標籤看 你都要看 就是怕你太鹹了 那些 如果買回 大約量都要控制一下 都一樣 你就算一下 那當然 譬如我一天要吃十二份 我不會十份去吃了芝士 那可能我每天 你要看回 因為譬如可能你吃 通常我都是吃到一份蛋白質的芝士 很少說會吃了兩 就是七克蛋白質 大概可能我平時自己吃一堆 是 哦明白 是啊 你努力吧 是啊 希望你成功 還有你喜歡喝 如果你可以先買一包的黑巧克力粉 就是咖啡粉 然後你買巧克力味 或者買咖啡味 就變成Mokka 但是你要記住 你的巧克力粉是沒有甜的 所以不是真的很像Mokka 因為平時Mokka的巧克力是甜的 是啊 是啊 我就是在想 我在這個平台 其實人Optifast都有幫助 有的 因為你扯一扯低那個熱量差 那對於你的身體 是有個信號的 是跟平時不同了 就是如果平時你那個卡路里 我都不建議大家計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計 我自己每天吃了多少的卡路里 就是知道吃得什麼是對的 那可能平時你的量 也有差不多的 突然之間 因為Optifast是一餐 它的卡路里是200個卡路里 所以你是突然之間 扯一扯 那我覺得那個平台 其實有機會是可以 鎖到的 是啊 但是當然過了之後 你都要乖乖吃得對 就是不可以長期依靠 這樣的 因為它在你需要的時候 它伸出門手幫了你一把之後 它都是想你懂得吃東西的 是啊 加油 嘗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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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介紹上水櫻記 櫻記你有沒有去 有沒有看到櫻姐 有沒有看到櫻姐 沒有 因為我一早很早 這麼早櫻姐還沒回到 奶茶很棒 很棒 那些豬扒我覺得是小日 豬扒沒有吃的 沒有 但是早上沒有豬頭 好像 有 我們覺得是面餐 咦 沒有嗎? 早上好像 是啊 我就吃了你介紹那個 冰菜肉 冰菜肉才好吃 你找一次 你找一次都去 不是的 好像豬頭 早上有的 它有一個套套 是豬扒蛋沒有粉麵的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下次了 下次不要緊 下次 你近不近的 還是你要去很遠的 我都很遠的 但是那次我就這麼巧去開 我就早點過去 哦 哎呀 很開心 我想起都好吃 豬扒真的好吃 豬扒真的好吃 我覺得暫時沒有茶餐廳 我覺得沒有茶餐廳 真的好吃 因為它完全 我知道它怎麼做 從小到大 它完全沒有放鬆肉粉 那些 但是都這麼好吃 是啊 就是它用很多那些 蔬菜汁 蔬果汁 是去浸的 所以是那個 那個氣氛 是肉已經這麼軟 然後它再加 它的調味料 各樣 所以是這麼好吃 是啊 哎呀 很棒啊 我叫你上次吃 很吸引我 下次很快 我一個月後 都可以吃了 看看能否撞到大家 是呀 我回來了 四月尾 二十多號到 二十多號去撞一下我 或者你留意我的IG 我會告訴大家 我什麼時候去應記 哈哈 好啊 多謝你啊 Amanda thank you thank you 希望你成功 你繼續告訴我 你的進展 在group那裡 那你就可以打個卡 簡單寫一些字 讓我記得 我會進去看看 你們每一天的進展 或者有什麼需要幫忙 隨時告訴我 好啊 好啊 我問多一句 是不是真的 現在都應該加多些運動 會呀會呀 因為你其實真的 第二次 每個人都說 第一次難 你就是要告訴身體 我還有招式可以出賣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我還可以再厲害一點的 是啊 那都是要加少少 因為我這樣想 做運動 其實減不減肥 都應該要保持做運動的習慣的 你這樣跟先生說 應該就會開心一點 我就為了長遠的健康著想 我就會努力做運動 那你就順勢現在加上去 是咯 那慢慢 還有其實我覺得 那些 我說放在地上的皮拉提 其實你都可以當它不是運動 你只不過是拼一下拼一下 左腳又拼 但都會出一下汗的 都會心跳加速的 是啊 是啊 我們就試一下 跑一下那個超慢跑 是 都ok啊 ok啊 就是下街那些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ok啊 總之跑到自己的心跳 快了一點 臉紅紅 開始微微飆汗 那那個狀態是最好的 我覺得 是啊 那就是很舒服 然後我想說 一達到那個狀態 不是太捨得停的 是啊 有時候會自己呢 去到那個狀態 你覺得很舒服啊 其實又有接受 然後又有少少汗 又覺得自己熱熱的 嫩嫩的 挺好 那你試一下 ok的 跑步真的又會快點收水 跑步呢 就可以賺到多些澱粉質 我是這樣拿的 真的 對我是很好用的 對我是很好用的 是的 因為跑步快收了些種 還有些水 還有你又多了運動量 比你只坐 不做事 都是吃那麼多的澱粉量的時候 你跑步做了那個運動 雖然其實之前醫生都說過 你吃了些東西 其實有跑 有排跑 你都跑不回 但是我覺得 只是對你整個人的健康 心態呢 還有那個型 還有那個水腫的樣子 都看上去呢 都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 對 心態好 開心一點 是啊 心態開心一點 皮膚膚色都好一點 看上去 紅色紅粉飛飛 加油啊 謝謝你 謝謝你 還有有時候的動作呢 你記得多了 你都不用開著的 總之腳就這樣 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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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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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又怎樣 你自己習慣了 有時候呢 我會開著 譬如我看副劇 因為我的位置在這裏 然後我隻在那裏 然後我開著一些音樂器 開著一些劇 聽了 或者有時候看著電話 看看你的留言 不過小心 不要掉了電話 到額頭上 我上次試過 它腫了 是啊 是啊 它死了一個樓 這樣啦 所以皮拉提斯 其實是OK的 是啊 開心的 你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無論你是做腳的 做新的 有些就是做中心的 有些是專門做腳 有些是全新的 其實就算你開IG 都很多 尤其是日本人的帳戶 那些女士 那些媽媽拍得很漂亮 是啊 還有你看到 嘩 真的好像很想她 這麼拱 那個屁股 好像很有動力 好像很有動力 所以 不會的 那所以 你聽完的電話 如果你回到家 或者你怎樣的 你就快點 就開出來 那就看一下 你開電影也可以 開什麼都可以 總之很快的 那半個小時 那你記得多 你自己隨時隨地做一下 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聽你的聲音 都是一個開心的人 很開心 那就好了 不要客氣 下次可以再打來 跟進一下你的情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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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剛好放假所以聽到 哦 okok 平時可以有空上來 看看有沒有重溫 看 如果未必夾到Live的時間 好啊 好啊 謝謝你啊 謝謝 謝謝 祝你成功了 好啊 下次再談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哇 好開心啊 我們今天聽了兩個 好開心的電話 好了 原來不知不覺 差不多聊了兩個小時了 那我見到大家 有些人就問 吃茶葉蛋好不好 都ok的 是的 那另外我就遲些會講一下 就是很多人都問 喂 吃蛋吃多少啊 怎樣怎樣 那怎樣計蛋白質啊 看點問 那我都會呢 做個表出來呢 和你們分享的 那 但是這個Live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嘩 聊了兩個小時 上一回合我們聊了三個小時 那很productive 是不是 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也都幫幫手啦 如果喜歡的話 又沒subscribe這個channel 就記得幫手訂閱 訂閱啦 除了followFacebook之外 也可以訂閱 善陽的youtube 那ig instagram 也都有很多平時我的 story的生活分享 我就未必會放在Facebook 和Youtube 那就全方位都可以追蹤啦 就是根據這幾個平台 那希望我待會收線出去之後 看到人數又會上升了少少啦 每日少少努力 每日少少努力 就靠大家的支持啦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live呢 來到這裏了 記得幫我like share comment 重溫的時候幫忙看廣告啦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都不是現在的 經常都習慣做節目呢 電視呢 那些毛都撕不掉的 經常下個禮拜再見 不是的 其實我們有時間就會再開的了 好嗎 無論是煮飯啦 或者明天出去買菜啦 明天出去買菜 你們要不要 要不要看一下 明天呢 因為話說呢 天天有榴槤啦 那呢 我的兒子也喜歡吃 女兒也喜歡吃 老公也喜歡吃 那我明天應該會去買榴槤啦 還有T&T好像那些士多啤梨都挺便宜 龍眼啦 那還有 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要補給 這樣啦 因為明天早上不用上課 明天早上是lab class 那我已經把那份功課交了 那所以我是不需要回那個lab class 好不好 好了 沒錯 我是有IG的 IG就是Chancey樣 那我們就 不好意思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啦 如果想看明天買菜的live 就留言說 想看明天的live啦 要不然就 我要整理一下工作址 做一下功課 才有時間才和你們開啦 好 那無論煮飯 和這樣的直播 我都會繼續繼續做的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